美竹賽教室 嗨,大家好,我是胖達 誕生於1969年的美竹賽 在今年邁向50周年囉 美代表的是清華大學 竹代表的是交通大學 在國際上也有許多大學 會和清嬌一樣舉辦少計運動比賽 像是大家一定都有聽過 在英國倫敦的牛津和劍橋大學 會舉辦划船比賽 已經正式邁入第163屆了 前一年輸的一方會發出挑戰 而整個泰晤士河畔總是擠滿了人 還有電視台在一旁做轉播呢 全球有超過2000萬人會坐在螢幕前 為選手們加油 如果你是熱愛棒球的四五年級生 你一定有聽過 日本東京早稻田和慶應大學 在1903年就開始的百年野球之爭 而早慶戰之後也逐步發展成 東京六大學野球聯盟 在2008年上映的電影 Let's Game 最後的早慶戰 便是在講述因為太平洋戰爭期間 學生被徵招入伍前 舉辦的最後一場比賽 而在韓國首爾也有高麗大學 岩市大學轟轟烈烈的高岩站 你也可以稱為岩高站 這種全校都是火一般的盛況 將體育館內劃分成紅藍兩片海洋 令人熱血沸騰 和這些知名的校技賽事相比 我們的梅竹賽中間因為比賽規則 選手資格等等問題停辦了數次 討論熱度和同學們的參與度 也隨著時間逐漸減少 這樣特別又有歷史意義的比賽 不能隨著時間而消失啊 就在梅竹邁向50這年 我們一起把熱情找回來 一起在運動場上吶喊 為選手們加油 讓梅竹賽回復當年的榮景吧 各位 千萬別小看梅竹喔 親一下李昕華採訪報導